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步步 客人乃患友有出現異音 我們也有告知叫他找時間過來 那這個部分 我們要試騎一下才知道 感覺很像內鏈條調整器壞掉 那我們去騎看看 如果騎快的話 聲音減少 那內鏈條調整器壞掉的機會 比較大 不然就是引擎內部 先試車吧 那我們直接測試 騎快的時候 聲音是不是會降低 慢下來的時候聲音又變大 那我們這個部分剛好是直接判斷 內鏈條調整器壞掉了 拆下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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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也要用了 看來是否很快 有趣的 拆下來 拆下來 空間 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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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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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拆下 沒辦法回彈 去彈 轉動了 轉不動 轉不動 正常順時針可以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放開它就逆時針回彈 可是它的不會動 所以確定那電條調整器壞掉 取貨吧 散熱風扇外改拆卸 然後把解溜法跟進氣氣罐 配線都拆開之後 引擎散熱上蓋 螺絲 三支 都拆下來 就可以直接把蓋子拉起來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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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兩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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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下上蓋 內鍊調整器 兩顆8號的螺絲就可以 放鬆 看調整器整個內鎖壞掉了 去拿貨吧 貨拿回來了 還有一個墊片 它有一個固定塑膠 已經先幫你調整好了 我們只要墊片 裝上去 墊片 直接整個調整器放上去 即可 螺絲 然後中間這個直接拉開 再測試一下會不會回彈給你們看 那這個就會轉 就會自己回彈 這樣就沒問題 剩下的我就直接安裝上去 不拍過程 不拍過程 全部都裝完了 那火星塞蓋也都裝上去了 我們現在直接要等 坐墊上去 才可以發光 那我們坐墊 蓋上去了 直接測試 不拍過程 聲音 完全不見了 它果然真的是 內鏈條調整器害的 所以剩下的組裝 剩下的組裝 就不解說了 好 這就是 正在 reference 封印 那裏